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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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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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ev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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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na happen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借法语学英语的第八期 今天我们学一对词组 General Secretary and Secretary General 大家可能都见过 也不知道是否他们都对 其实这两个都对 他只是表达了不同的意思 而且中文已经有很准确很好的翻译 第一个词翻译成总书记 总书记是指一个政党的领袖 他通常是党员选出来的 在这个党里边他拥有最大的权力 在他的上面不会再有别的人了 但这个词通常是用在左翼的政党里边 一般西方国家的政党都不用这个表达法 比如说在英国 工党的领袖一般称为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用leader这个词 如果我们从英语的语法角度来看 Secretary General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英语的语法 形容词都应该放在名词的前面 做修士语 那为什么这个表达法又会在英语存在呢? 答案是这个表达法 是从法语借过来了 大家知道17,8世纪的时候呢 法语是世界最流行的语言 而且17,8世纪 是现代国际关系 开始形成的时候 大部分的国家之间的条约公约 都是用法语写的 或者说法语的版本 是最终最权威的版本 那时候成立了很多国际组织 而且这些国际组织的最终权利 是在会员国手里 他们通常会设一个 国际组织的常驻机构 成为秘书处 秘书处负责安排会议 协调会员国的关系 处理国际组织 基本的日常的事务 这个秘书处会选一个总负责人 这个总负责人就是秘书长 秘书长在法语里呢 就称为 这是法语的持续 跟英语倒过来 使用词是放在名词的后面的 基于那个时候法语的权威性 英语就直接把法语的称呼 搬到英语来了 这次以后所有的国际组织 协会的秘书长 英语呢都称为 Secretary General 这种称呼的习惯保留至今 我们举几个例子 Un Secretary General sounds alarm over escalating violence in Sudan 联合国秘书长 就苏丹暴力升级提出警告 第二个例子 On Tuesday the 1st October 2024 Mark Lute took office as the NATO Secretary General 2024年10月1日星期二 Mark Lute继任北约秘书长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